各位听众观众网友们好 今天是2019年的6月5日 昨天6月4号呢 我们下午在中国驻日本的大使馆门前进行抗议 我们抗议呢 这个由于日本警方有非常严格的这些规则 这个规则后来了解呢 不是专门针对中国的 因为有日本人告诉我在其他的国家大使馆 抗议的那些规则也是差不多的 都是这样规定的 就是一次只能过去五个人 五个人一组五个人一组 不能一下子去很多 因为地方很小 这个日本大使馆门前呢 就是其实就是街道 正常的街道 有汽车的车辆通过 有自行车有行人通过 所以呢去的人多的话就会阻隔交通 所以日本的警察呢 他往往是首先要安排 保证交通畅通 所以呢我们抗议呢 事先其实也联络过 就是规定就是五人一组 而且不能用扩音器 就是大使馆门前不能用扩音器 所以呢我们是在 离大使馆大约三百米以外的地方 那个地方相对来说是稍微大一点 是一个钉子路口 在钉子路口那个地方呢 有一片小小的 其实连广场都算不上 就可以有一些人集结 而且警察还不断地提示 不要阻隔行人这个过往 所以我们在那集结以后呢 就是有打出了横幅 另外呢有一位画家 画了很多国内的维权人士 甚至包括历史上的一些 这个抗争 中共暴政的这样的一些人 这个 比如说安徽 吴维县的一个人 叫黄立仲 考入北大中文系 这个是过去啊 他是五十年代 考上北大中文系 后来呢 由于他这个 所谓的反党言论 被送回 五位老家 他在那还准备组织暴动 跟很多的农民 这个讲以后在什么时候 集中准备暴动 所以他是有组织有纲领 而且有行动的这样一个人 后来被判处死刑 所以像这样的历史人物呢 这位画家都把他们 表现在画卷上面 是用国画的表现手法 基本上都是根据 真人的照片去画的 这位画家呢 这个 现在暂时还不方便 透露他的真实姓名 我跟他这个 不久前见过面 他呢是有很多的想法 由于家人的原因 他现在不愿意公开露面 但是他说 他年龄已经不小了 打算在某个时点上 公开的要站出来 要向中共的这个暴政统治挑战 他现在就画一些画 那么这个画卷呢 不仅在我们日本这次活动中能看到 在其他的地方 包括在美国的一些地方 抗议的时候 也能看到他的画卷 这几天围绕着六四这个纪念主题 全世界很多地方都展开了 这个一系列的悼念和抗议的活动 我们知道在加州 这个洛杉矶到内华达州 拉斯维加斯之间 有一片沙漠地带 其实也并不是荒芜人渊了 就是在高速公路不远的地方 有一片这个中国异议人士 维权人士 他们购买的一片地 这片地非常大 所以呢 在那片地上 现在建了这个一些雕塑 现在有的人称为雕塑公园 包括这个六四的这个纪念碑 很远 在高速公路上就能看到六四两个字 两个数字 然后呢 他们又建了更新建的坦克人 这个坦克 本来他们是买了一个 买了一辆服役的 退役的这个旧坦克 但是由于这个时间的关系 很多手续繁杂 可能到七八月份才能到 所以他们临时自己做了一个坦克 那做坦克做的还相当的逼真 刷完漆以后看了跟真的一样 所以那边的活动也很大 今年在华盛顿 在纽约 在这个刚才说的这个雕塑公园 在洛杉矶 在旧金山 都有一系列的这个抗议的活动 这个就纪念和抗议的活动 那么在日本呢 我刚才提到了就是昨天下午 我们三点多钟开始的这场 这个抗议活动呢 聚集了大批的这个新闻媒体记者 包括日本的主流NHK 时事新闻社 很多的通讯社吧 然后加上警察 警察人数也很多 大概四五十人 除了警察以外 还有这个警示厅的一些便衣 和外事科的负责人 据他们了解情况的人说呢 这些人就相当于中国的 那个类似于国安国宝的 当然这个类比可能不是很恰当 因为一个民主制国家的警察 他的体系和中国的这种专制暴政下的 这种警察体系 不可同日而语 但是说那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那一部分人 他们所做的是监督 监督一些特别人事的行动 所以呢那些人呢 他是警示厅的穿便衣 文质彬彬 受过良好的教育 有很多学过好几门外语 其中呢 也有一两位是能说流利汉语的 他们每次我们在有抗议活动的时候 他们会出现现场 有的还走过来跟我聊天 找我要名片 我告诉他们 我不是本地居民 我是美国的 但是呢 他们仍然很友好的 把他们的名片递过来 跟我交流 挺有意思啊 然后呢 抗议活动呢 就是五人一组 五人一组 我们过去呢 一边喊口号 喊的口号主要就是 结束一党专制 建立民主中国 这个 不忘六四屠杀 然后呢 就是中共罪行 清算中共罪行 这样的一些口号 还有很多其他的类似的 这个口号 大家喊口号的时候 非常的有力 这个虽然没有扩音器 但是声音同样的很大 很洪亮 五个人是五个人一组 尤其我们在聚集在 去大使馆正门前的时候 那人数更多 喊得更响 所以呢 这个也引发了很多围观的 这个日本的一些民众 他们看就知道 从我们打的标语横幅 还有一些poster 就是印的一些那个坦克人的那些画面 北京这个六四屠杀的一些历史性的照片 从那里可以看出 因为这也不是第一次有类似的这种活动了 所以日本民众也都知道 后来呢 就是来了一辆 不是一辆 一共来了三辆车 就是日本右翼团体 他们也过来 好像在六四这个日子的声援 他们声援 他们喊的是打倒中国共产党 这个说习近平是一个独裁者 就进行一些批驳 挺有意思啊 就是说这个他们也说六四这个罪恶 是不能忘记 一定要清算 也是跟我们讲的差不多 就日本右翼有三辆车 然后警方一看右翼过来了很紧张 如临大敌在这个他们车前面设置那个 那种金属的那个障碍物 那我们这个抗议呢 就是说持续了两个多小时 圆满结束 后来呢 那我们就这个休息一会儿啊 然后呢 到了晚上七点左右 我们又开始在这个涉谷的 那个巴工权雕塑 旁边那个公园广场 那个广场是一个交汇地 这个因为地铁站就在附近 然后这个非常商业发达的地区 人流 这个人流感觉就是成千 不能说成上万至少是成千 那个人流的密集度 可能是在世界上也是少见的 流动性非常大 所以在那举行这样的活动 吸引了很多的路人驻足 还有很多是专程来参加的 包括我通过这个视频啊 跟大家说了这个事情以后 也有很多人就是听了我的视频 专门过来参加的 无论是大使馆门前的抗议活动 还是这个晚上的烛光晚会 有很多人是从我的视频中得到消息的 所以在此我再感谢坚持看我的视频 鼓励我支持的那么多的友人 那么多为中国的民主自由而关注和默默的支持的这些人们 有很多人到现场找到我 有的是跟我说一下他们的一些感受 介绍他们自己本人的情况 对我表示这个感谢和支持 当然我同样感谢和感谢他们对我的支持和鼓励 还有一些人很特别 比如说有一对日本夫妇 8964那个事件发生的时候 他们就在北京 一位在北大学习 另外一位在北京工作 他们的汉语很好 当我做演讲的时候 我看他们的表情反映跟中国人一样的迅捷 有的像王代先生 以为他是中国人 结果一问是日本人 当然事先我们也沟通过 后来我们看到在珠王晚会上 王代先生的演讲慷慨激昂 他自己不但演讲的好 而且他要帮我们做翻译 他的翻译水平 也是我接触的这些日本人 华人 这个我觉得是比较少见的翻译 速度比较快 他也从来不做笔记 靠脑子记 而且因为他对政治活动 整个的这些事件背景很熟悉 所以翻译的水平效率非常高 我觉得这次到日本能结识像王代这样的年富力强 非常有行动力的民运领袖 同时呢自己跟日本各界有着密切的交往 丰厚的人脉 日语又非常的流利 我觉得这个是非常有希望 让我看到了这个日本民运的这样的一些 就是让人感到欣慰的一些方面 然后呢这个风通德用自己的亲身经历向各位讲述这个8964前后的一些事件 那我也是通过自己所了解的一些信息跟大家讲这个8964 包括中共内城当时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或者叫内斗或者是宫廷政变的这样一个情况 所以内容是相当丰富 然后还有在临近结束的时候 有一位路过的日本道人或者是和尚 他看到这种情形主动的说 要为这些六四死去的亡灵做超度 念经 所以用日本的方式 瞧目鱼啊 念经啊 念了很长时间 虽然我不懂日语 不知道他在说什么 但是那么多懂日语的人就在旁边 这个一直听他念 大家也都默哀 这个非常的 场景非常感人 还有一位当年在北京的一位女学生 现在年龄当然也是比较相对大一点 他走过来 他跟我讲着讲着 他就要流眼泪了 跟你噎了 他说夏老师我能不能握一下你的手 我说可以 然后一边握着手一边跟我讲述 他当时听到六四屠杀的这种感受 眼泪多狂而出 非常感人 说像昨天晚上 昨天中午有很多的感人事情 昨天下午 在大县板门前抗议的时候 有一位不知名的网友 当然后来他告诉我的名字了 他是听说有这么一个事件特地赶来 当然考虑到家人的安全 他戴上了口罩戴上了帽子 但是他是非常坚定的支持我们 看我们大家在那个阳光下 可能比较口渴吧 他就跑去买了几十瓶饮料 给我们大家分发 他说我别的做不了什么 就用这个行动来支持你 还有一些 这些人就是有一些 长期看我节目的听众观众 也是做了各种各样的 这样一种支持的表示 就是说他们说 一定要让更多的人了解六四的真相 让年轻的一代 能够参与到这样的一个活动中来 有的人还带了自己的孩子专门过来 包括孩子家长过来跟我合影 昨天合影的人数就有几十人 我都记不清具体有哪些人 但是这说明了民众对我们这种 坚持追求限制民主法治 不忘六四 我们这样的一些人士的这样支持和鼓励 今天因为时间关系 我也不能讲得太久 我就先说到这 其实有很多要跟大家说的 这几天参加的活动 接触了那么多的人 非常的感人 就感觉到很多 从内心发自内心 支持我们 鼓励我们的各界人士 在此向你们一并表示感谢 好 谢谢各位